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礼拜要注意的是整个大的低压带逐渐的接近 所以这个礼拜都是天气不稳定的 今天都还算是降雨几率不是那么高的 明天开始降雨几率会更大幅度的上升 可即便如此今天其实各地都有雨 我们来看一下中央气象鼠的预测 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震雨 降雨几率是百分之三十 其实并不算特别的高 主要集中在山区 不过中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震雨 降雨几率是百分之三十 然后南部地区也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震雨 不过降雨几率就高达百分之七十 接近山区的地方雨势会特别的大 那么但是呢即便平地都有可能会下雨 所以今天南部地区呢还是要注意 这一个比较大的雨势 另外东部地区呢则相对稳定 可是呢这个台东地区也是要注意 那么接近山区的地方可能会有局部性的大雨 整体来说呢以花莲来说降雨几率是百分之二十 澎湖地区多云短暂震雨或雷雨降雨几率是百分之三十 在温度的部分因为降雨然后水气增加云量增加 所以各地呢温度就不会再像之前这么的高 北部地区白天的温度是27到34度 中部地区呢是25到33度 南部地区是24到33度 东部地区呢是26到32度 还有澎湖地区27到31度 今天呢还只是前菜 那么整个低压带呢更加接近之后呢 包括了像是礼拜二一直到下到礼拜天呢 那么雨势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大的 尤其是到了礼拜五到礼拜天的时候呢 那么雨势可能会更大 所以要特别注意这一波呢 低压带低气压接近之后呢 带来的庞大水汽 今天呢气象鼠呢也针对了 刚刚提到的台东地区 还有恒春半岛地区呢 发布了大雨特曝 可能会有局部性的大雨 那至于目前的温度 北部地区白天温度是20 目前是28度 台中目前是24度 台南跟宜兰花莲目前是26度 高雄24度 台东澎湖27度 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呢四大指数上 上个星期五啊 解读美国的非农就业报告 是以负面的方式来解读 所以呢美股呢大跌 也使得美国股市呢出现了一周大跌的情况 费成半导体呢更是创下了2022年1月以来的最大单周跌幅 好 道成功率指数呢是下跌了410点 刷盘指数是40345点 跌幅1.01% 纳斯达克重挫了436点 刷盘指数是16690点 跌幅2.55% 标普白指数下跌了94点 刷盘指数是5408.42点 跌幅1.73% 费成半导体 更是重挫了214点 刷盘指数是4528.22点 跌幅4.5% 这里面七大科技公司是全数下跌 那最受瞩目的 当然是NVIDIA 大跌了4.09% 另外跌幅超过 这个三个百分点的 包括了亚马逊 Meta 阿发贝还有特斯拉的跌幅 都超过了3% 尤其是特斯拉的跌幅呢 高达了百分之8.45% 所以科技股呢 是这一波最主要的沙盘来源 那么接着我们就要来看到的是油价 那因为呢上个礼拜五公布的 非农就会报告市场上 是认为衰退的风险再度的上升 所以呢股市是大跌的 原油市场也同样的受到了衰退引优 而继续的下跌 那么纽约原油期货市场下跌了 这个1.48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67.67美元 跌幅2.14% 北海布兰特原油下跌了1.63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71.06美元 跌幅2.24% 芝加哥黄豆期货下跌了18美元 跌幅1.81美元 另外呢在贵均属的部分也是全数下跌 纽约黄金期货价格下跌了18.50美元 每二桶的报价是2524.60美元 跌幅0.73% 而这个白银的期货呢 跌了3.15% 铜的期货跌了1.55% 把金的期货跌了4.10% 好这边要特别注意的是呢 一旦出现了这一个美股的股市重挫的时候呢 不管它的衰退隐忧 可能会使得未来黄金呢 需求可能会增加 但是短期之内大概所有的资产 全部都会下跌 因为市场需要很快速的能够这个去筹措现金 然后来拯救他们手头上的这些部位 所以包括了比特币 那么其实呢上个礼拜呢 整体来说也是相对的偏弱的 这里面呢就要特别的提醒大家特别的注意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美元指数 上涨了0.2个百分点 来到101.21 主要美元呢是对欧元呢 那么升值了0.3个百分点 因为欧洲比美国更弱 但是呢美元对日元呢 则是贬值了0.7% 也就是日元对美元 升值了0.7% 来到142.42日元对亿美元 好另外我们看到欧洲三大主要股市 也同样都下跌的 英国金融18%股价指数 下跌了60点跌幅0.73% 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下跌了79点 跌幅1.07% 德国法兰克指数下跌了274点 跌幅1.48% 好接着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这几天的早报新闻 我们来看一下这些 整理出来的一些讯息 首先呢美国劳工部在上个礼拜 公布的是最受瞩目的非农就业报告 其实这数字啊 我认为其实数字大部分是偏正面的 可是市场的解读呢 却全数都是用负面的方式解读 所以我们看到美国股市啊 其实在美国劳工部公布完了就业报告之后呢 其实开平盘 但是很快的就是越来越走低越来越走低 那这里面我们来看几个重要的数字啊 首先呢是8月份非农就业人数呢 增加14万2000人 虽然不符合预期当中的高标16万5000人 但是呢也比低标的11万人要来的增加 而且也比7月份的数字呢 要来的增加 另外失业率呢是从4.3%降到4.2% 符合预期也是五个月来的 首次下降 那市场为什么负面解读呢 有几个因素 第一个是7月份的新增就业人数 是大幅度的下修 从原本呢 11万4000人下修为8.9万人 所以显然市场上认为 现在的14万2000人 可能还要再下修 因为今年以来每一个月都下修 而6 7月两个月呢 下修的人数就高达了8万6000人 所以呢显现就业市场放款的速度 可能比每一个月公布的数字 所显现出来的情况更加的严峻 第二个部分呢是失业率之所以为降 主要的原因呢 是因为临时的聘雇人数增加 尤其是25岁到54岁的年龄层 主要工作年龄层 它的劳动参与率呢 出现了3月以来的首次下降 就业不足率上升 所以呢这里面都显示 兼职的工作机会增加 就业市场疲软的状况更严重 另外在科技的部分呢 IT产业的失业率 甚至于达到了6% 比一般失业率的4.2%还要来的高 好所以这个消息传出来了之后呢 我们看到包括了VIX指数 这个是恐慌指数 那么上升到了22.42 这个呢来到了今年8月初的时候呢 当时呢股市的狂跌 所出现的VIX指数 而且我们看到包括了债券市场 美元还有这个债券市场 然后以及原油市场 都出现了这个衰退隐忧 好那就累计一周而言的话呢 道琼一周跌了2.9% 跌幅最轻 标普百一周跌了4.2% 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 一周更是重挫了5.8% 是2022年1月以来的最糟 费城半导体的灾情更惨重 一周重跌了12.2% 这里面值得注意的是 NVIDIA一周大跌了14% 排气链的ADR呢 一周也跌了8% 另外上个星期五呢 Broken就是博通呢 它的业绩展望不如预期 所以呢光是一天就重挫了10% 一周呢跌了16% 另外呢美国的公债呢 殖利率上升 也带殖利率下降 代表的是价格的上升 这也是因应衰退 所显现出来的讯号 10年期公债殖利率呢 下跌了2.5个基点 来到3.71% 两年期的公债殖利率下跌了 10.8点 那么来到3.65% 那么两年期公债殖利率呢 终于比10年期公债殖利率来的低 那么结束了2022年7月以来的 殖利率倒挂 好另外我们看到呢 因为目前的经济数据 好坏参半 所以呢没有办法判断 联准会究竟是要降一码 或者是降两码 所以我们看到 飞挂取而利率期货市场呢 摆动的速度非常的快 那么一度呢 曾经50%认为有50%的几率 联准会9月要降两码而分一码 但是呢 现在最新的这个利率期货市场显示 降两码的几率降到了30% 70%的几率认为只降一码 但认为到年底之前 可能三次会议一共要降五码 好另外我们看到的是联准会官员呢 其实看起来现在呢 对于降息的预期是越来越清楚了 包括联准会李士沃了 还有包括了纽约联准银行总裁 Williams以及芝加哥联准银行总裁 古尔斯比都认为要采取行动降息 因为目前的目标是要挽回 这个正在放缓的就业市场 另外呢有两位立场偏民主党的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克鲁曼以及斯蒂格尼茨呢 他们用不同的角度都认为 联准会其实应该九月份要降息两码 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 因为经济衰退的隐忧 也冲击油价 所以呢包括了西德州原油 还有布兰特原油 一周的跌幅都达到了8% 那不过叶伦呢出来喊话认为呢 美国呢虽然疲软的就业报告呢 让市场担忧 但是呢现在只是代表着呢 整个就业市场的热络减缓 但是代表着没有大规模的 财云的情况之下 不必恐慌 还是渴望软着陆 好另外我们要来看到的是 欧洲央行这个礼拜呢 也要举行利率决策会议 现在一般按照路透社呢 调查经济学家分析师的预测 大部分认为欧洲央行 这个礼拜会再次的降息一麻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彭博社报导 美国拜登政府现在呢 打算要成立一个主权财富基金 让美国得以用主权财富基金 来投资科技能源 还有供应链的相关的市场 相关的这一些投资 另外川普呢 则是针对现在有很多的国家 正在减少对美元的依赖 他扬言要反制去美元化的国家 所有去美元化的国家 关税都要提高到百分之百 好另外我们看到的是 这个北美的最大码头工人的工会 还有港口的经营者 他们的合约9月底就要到期 但是现在呢 谈判陷入僵局 如果最后没办法谈成的话 那么国际码头工人协会 已经投票决定将要展开这个罢工 如果出现罢工 43%的美国进口货品都会受到影响 好另外我们看到美国企业呢 现在强着要发债 上个星期就有60家投资级企业 发行公司债 发行的金额接近了820亿美元 冲上四年来的高点市场显示 这件事情担心经济衰退 未来就没有办法能够去这个发行公司债了 好另外我们看到的是中美之间的半导体呢 美国商务部呢 决定扩大所有的出口管制 包括荷兰呢 对于爱斯摩尔会更加增加限制 所以爱斯摩尔上个礼拜五的股价也大跌了5.38% 好另外我们回到了 陆港股的部分上个礼拜五都是下跌的 那回到台北股市的部分 那么台北股市上个礼拜五开平盘之后震荡走高 上涨了247点 涨幅1.17% 来到21435点 成交金额再萎缩到只剩下2765亿元 不过呢 上个礼拜五呢 台紫期的夜盘受到美股大跌的冲击 所以呢台紫期大跌了756点 跌幅高达3.55% 所以呢今天凌晨 今天开盘之后呢 台紫期跟这个台北股市恐怕都要开很低